清水祖师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 1045年正月初六日 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小户乡 古作小姑乡 他在七岁时在大云院出家为沙弥 法名普足 后来在大靖山长老名禅师处习京 坐禅三年 之后回到高泰山 劝造树十条桥梁 宋神宗原封六年 1083年 清水祖师收到素养其道行的 刘公瑞之请到福建省安西县求雨 此次活动非常成功 让当地百姓极力挽留 而刘公瑞则捐出大笔土地 在蓬莱山张岩建安 又称蓬莱祖师 传说在张岩修建殿语时 虎水源众人口渴至极 清水祖师持西藏往地上遗嘱 立刻清泉不结 故称清水盐 而后祖师又以西藏打破盐壁 竟然从岩石中流出许多百米 供应供人 僧重 坦月实用 众人嘖嘖称奇 米书上说 清水祖师建造清水盐 百米自动出现 显影祖师建造泰山盐 砖瓦自动出现 回影祖师建造泰湖盐 木材自动出现 被视为三大神迹 南宋时泉州知府甄德秀 乃成朱里学名儒 以清廉自居 向来不喜劳民伤财 泉州大汉石 在官民幕僚不断建议之下 方不得已率众举行祭典 向清水祖师求雨 并在清水祖师神像下方堆满纸前 以此暗示若求雨不成 即要烧毁神像 祭祀完毕 立刻下起大雨 而且还飘落一片梧桐叶 上面写着四句诗 于是江西宇移来泉州府 老佛若无灵 浑身成火灰 意思是清水祖师施展法力 将本来江西应该下的雨 挪到泉州来疏解旱灾 如果清水祖师我不能灵验 可能就要被你知府甄德秀 烧成灰烬甄德秀 为感谢神威 于是在祖师庙真人之匾额之上 填上一个真字 成为真真人 极为夸奖清水祖师 是真人之中的真人 从此 甄德秀笃信清水祖师 刘公瑞笃信佛法 不尽女色 坚守繁星 不仅布施 也和清水祖师有深厚的交情 清水祖师在生前交代刘公瑞 不希望自己死后制作全身设立 在宋代福建 佛教非常兴盛 寺院之多 出家人数之众 都是中国的首位 识人有民中塔庙之圣 甲鱼天下和山路逢人 办事僧的说法 而且当时的福建 出家为僧 不但受人景仰 更是一种时尚 许多书香门第的子弟 都出家为僧 清水祖师是一位 具有高深佛学修为 和广泛影响力的佛教僧侣 他不仅在佛教教义上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而且在公益事业上 也具有深远影响 他募捐资金 修建桥梁 医术高明 常常是要救助人民 同时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信誉 清水祖师源济后 被奉为神 因其不忘苍生 多次求雨取虫 美倒则硬 灵艳飞长 地方人士上报朝廷 屡屡赐风 宋宁宗嘉定三年 一二一零年 再加封为 招英广会辞济善力大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